这次论坛提出的最宏伟愿景 是携手实践 世界现代化 实现现代化 是各国人民的共同期盼 也是应有的权利 共建一带一路 打造了共同发展的合作平台 也助力很多发展中国家 加快了迈向现代化的步伐 本节论坛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 各国应携起手来 实现和平发展 互利合作 共同繁荣的世界现代化 这一宏伟愿景 同构建人类民营共同体的理念 一脉相承 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 明确的努力方向 全世界超过70亿的人民 携起手来共同实现现现代化 那将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壮观的 伟大的画卷 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 中国追求的不是独善其身的现代化 而是期待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内的各国 一道实现现现代化 习近平主席在开幕式演讲中宣布 中方将进一步扩大市场均入 深化国有企业 数字经济 知识产权 政府采购等领域的改革 同更多国家商签自贸协定 投资保护协定 中国作为全球最大市场的潜力 将持续释放 中方金融机构将设立新的人民币融资窗口 在科学论证基础上 支持一带一路的建设项目 中方海将以项目合作 促进当地就业 实施一千个小型民生援助项目 我们相信这些重大举策的落实 必将为世界各国的现代化 提供更大的动能 拓展更广的空间